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期待推广了一本本的好书 为社会拨下了一颗颗进步观念的种子 罗伦友风控掌 金融界的才子 相信人人有无限的力量 时时口说好话 身行好事 心发好愿 便能成就一切善事 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 看见自己 各位观众大家午安 天来总经理作为台湾最富胜 正名的文化出版机构的负责人 我也知道天来师兄长期都阅读上人的著作 包含这一本《年年三好三愿》 可不可以请天来师兄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上人的著作跟上人的思想里面 哪些部分让您最感动 哪些部分您最希望跟大家分享 你想一个人 其实像我们这个年纪 我罗师兄老师讲 我们年纪差不多 我们也都是当过总经理的人 我们看过的人也很多 你看一个人 他一年365天 他三点半可能就起床了 然后工作到好像十点 然后五十几年都这样 这很难 他写的书 其实是他做的事情 他是这样想 他这样说 这样做 十年 二十年 五十几年 他的书是用生命写出来的 而且他讲的佛学 是我们听得懂的 你讲起来口说好话 很难吗 那你试试看 是好话 不是废话 常常很多人造口乐 你看那些民意代表 你看那些被民选的 这些政府首长 你看那些媒体的那些主播 你看那些名嘴 他们有口说好话吗 有很简单吗 很多都是学历都很好 但是现在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会出问题 老师也是这样 这很可怕的事情 这几乎是 那个讲话是非常的 不好意思说就很低俗 很粗鲁 这个社会不能够允许这样 那我觉得上人是真的 你看他的书的时候 你想他这个人吧 所以现在 只有一台电视可以看 叫大爱电视 其他都不要看 我不骗你 你看了 只是让你起烦恼 血压上升 然后不高兴 你打开大爱电视台 你就心里面能够沉浸了 然后我就觉得 有些时候会有一点点生气的是说 他明明在台湾 那我们怎么会不知道要珍惜这么珍贵 稀有难得的这个资产 我随便讲佛学 我也不太懂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 有哪一个出家人 可以让这个佛教走向全世界的 尤其是台湾 这么样的一个政治的孤儿 在全世界 透过慈祭跟世界做朋友 有些时候前一阵子那种风波 心里面其实是很难过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一定要跟我一样 有空的时候 多读上了书 有空的时候 就到金色来 好不好 天台师兄 这本《年年三好三月》 是一本很棒的书 相信你也滚瓜烂熟了 我想您是一个非常有执行力 非常能够身体力型的一个管理人才 我也知道你总是把你所知所学 应用在你的生活跟工作上面 请问这本《年年三好三月》这本书 有哪些观念你觉得是 值得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去生体力型的 这个就是说 这是很难 你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为什么看得很重 我应该怎么样 我可不可以导读给你们 就是说我随便翻 这里面就像这个 这里面的书 他说随便翻页 有一个弟子问商人说 我知道我有很多缺点 我会慢慢改 商人说 你要慢慢改 那干脆不要改 人生无产 你有多少时间可以慢慢改 很直接吧 所以我们也常常会觉得说 我这个人真好 我什么都改好 我好像找得比较壞 所以你不要帮自己找任何借口 你一定不要给自己在起心动念之间 找任何借口 所以我说我去执行的意思就是说 我也是在练习 虽然我现在不是慈忌人 但是你觉得我的言行 其实不像慈忌人吗 应该很像吧 就是我会觉得说 我也口说好话 我也身行好事 我也心发好愿 你知道吗 所以说你一定要在 你自己的价值系统里面 你每天都在结善缘 你遇到的每一个人 你过的每一天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都问自己说 你到底有没有在帮助别人 你有没有在鼓舞别人 你有没有让别人变成更好的人 你想要让别人变成更好的人 那你自己呢 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要晓得 所以正言法是说 我们一个人在团体里面 要能够让所有的人接纳我们 我们也要能够接纳每一个人 这个就是要能够谦卑 要能够缩小自己 这个不容易 尤其是 如果有人跟我们批评的时候 有人跟我们鼓鼓的时候 我们承担很多委屈的时候 那个就很难 你承担了很多委屈的时候 你仍然能够自在 这个就很难 我觉得正言上人就 他就有这样子的一种自在 然后你说 假如说你在工作中 生活中 家庭 婆媳 任何相处 兄弟姐妹 同事 客户 都会有争吵 都会有误解 都会有委屈 如果你又觉得你有委屈 对不对 你只要想说 正言法师的委屈怎么说 他有多大的委屈 了解吗 我们受一点点苦 都还要去找他说 还跟他诉苦 这个实在是 也就是说 很好笑的 你听到吗 所以你这个委屈 跟你在跟上人比起 那真的十万八千里了 那 这是一种学习 所以我跟罗师兄报告说 我们在书里面读的东西 我自己是觉得说 我们要练习 每天在练习 我们的起心动念 我们的行住坐卧 我们的言行即止 我们的待人接物 是不是真正是 能够朝着上人 给我们的开示 给我们的一个指点 给我们的一种方向 那个方向 往那个方向去走 虽然很远 虽然追不上他 但是至少我们的方向 是在的 心是在那里的 我就觉得这样 就很开心了 反正我尽力努力就是了 这样有没有回答 非常好 那我也想 我做一点小小的分享 我觉得这本书 对我来讲 《年龄人三好三元》 是一本去除烦恼的书 我觉得我修为很差 所以常常都有烦恼 那有烦恼的时候 我来看看这本书 翻翻几个 它几页之后 我心情就给平复下来 那这个帮助很大 那烦恼来源 有哪几种呢 对我来讲 那第一个就觉得 外面世界怎么这么纷乱 为什么那么多事情 事倍不分 但是看了上人的书以后 我就平静下来了 因为凡是因缘果报 那会有天灾人祸 其实都因为人性不调和 那怎么破解它呢 其实就一件事情 我们能做的就是行善 从我们开始 早上我们开始行善的话 这慢慢就会有一个好的循环 带来一个善的一个循环 所以想到这一点就想 你不要想太多 那就是自己做 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好了 那另外一个就对个人来讲 那个人有些事情 做并不顺利 挫折 想得到 没得到 也觉得烦恼 那烦恼之后翻开书来看 那还是一样 因缘果报 那这世界 你只要想要执着 想要拥有什么东西的话 就是烦恼的来源 所以一放下 烦恼就没了 所以很神奇的书 如果大家不常看的话 建议大家翻一翻 翻几页之后 烦恼就会消除 那接下来我们谈谈 于秋雨 我觉得我跟天来师兄的频率 非常接近 因为于秋雨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 所以今天能够有机会 访问天来师兄 介绍君子之道这本书 我觉得非常荣幸 大概在十年前左右吧 那段时间我在大陆 其实那时候 我就非常喜欢于秋雨 因为到大陆之后 我看了他的三居岁月 非常的震撼 非常喜欢他对历史 对人文 对传统的一些诠释 那之后 几乎他每本书都找来看 那后来我有机会 在中山大学办讲座的时候呢 毫不犹豫 就说指名要于秋雨 当我们的演讲者 那因为这个演讲呢 我有机会 跟他面对面的交谈 我觉得他就是我心目中 一个读书人 就是一个君子的一种形象 就是说你读了万卷书 喜欢以后 而且很宽大心胸 可以早眼于看很远的未来 所以个人对他非常欣赏 所以今天有机会来访谈这个君子之道 我真的是觉得非常荣幸 那君子之道呢 应该是于秋雨先生 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提出一个修为的一个规范 甚至有境界 那另外这个年年三好三月呢 上人呢 就着世俗的生活 其实给我们很多提点 指导 点拨 那这两本书我想 其实还是有很多共通之处 是不是也请天台诗先生 跟我们解析一下 您怎么看待这两本书的连结 谢谢 我是觉得上人这边讲的 这些三好三月 其实他给慈激人的很多的期许 其实就好像这个君子道 讲的里面的君子 所以你如果问我的话 我觉得如果台湾真正的大君子 就是我们的正言上人 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君子的时候 君子之道说 你会发现跟慈激人的这个教诲 其实很像 所谓君子 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 他说你有成人之美 你想想看 我们慈激人的要求 他不是成人之美而已 他是主动的 积极的成人之美 他不只是随便的成人之美 而且他在别人有苦难的时候 或者是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是带着那种感恩的心情 去帮助人家 所以我觉得君子跟慈激人 几乎可以画上等号 所以我觉得慈激让台湾走向世界 或在台湾的每一个偏乡角落 不管在教育 在医疗 在公益 在慈善 在骨髓军 在任何一个领域 我觉得慈激所能够做的 有很多其实是政府都做不到 我们自己的国家都做不到 所以你如果问这个书的相通 就是说 于先生为什么会写金子之道 其实他也受很多委屈 他也很多什么 所以这次他来台湾 他这个书他立即亲笔签名 请我送给正眼上人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大君子 他们心灵上是知道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书 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是说 我们应该可以先做 我昨天参加一个新书发表会 在台北医学大学 有很多的医生 那个台北医学大学 那个盈予颜校长 是我们慈激人 非常优秀的 他是世界级的这个肿瘤的权威 他讲了一段话 学好做人方做医 就是说你要先做一个好人 才做一个医生 你要先做一个好人 才去当一个记者 你现在要做一个好人 你才能够当一个政治家 我的意思就是说 慈激人就是我们台湾最好的人 这样子 好吗 谢谢 谢谢 其实这本书为拜读 我觉得其实 我有看到的确蛮多相通的地方 因为于秋雨先生 他是从儒家的角度出发 就找到这个君子之道 事实上他后来是用道家的修为来提升 君子之道提升往上是道家的一个看法 一个豁达 然后再往上一个境界 就是佛家的空 君子到最后也是空的一个完成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境界上来讲 跟上人的观念理念 的确很多是相通的 我记得在十年前 请于秋雨去演讲的时候 他在大陆的文坛 也受到很多的攻击 很多无情的指责 所以我知道他那几年的时间 心里也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会受那么多委屈 所以他就做一件事情 去研究小人 在传统文化里面 小人到底是什么样貌 所以他花很多时间 在勾勒着小人的形象 跟他的边界 后来他对小人的研究 有了初步的成果之后 很高兴他这两三年 到他的相对的面向去 来树立君子的典范 讲小人只是负面的 所以他现在把这个边界 勾勒出来之后 他就讲君子之道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过程 其实也是一个完整的完成 但讲到君子 小人讲起来容易 但做起来很难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觉得 我们是君子 但我们觉得我们是君子 我们也可能是别人眼中的小人 那我们做的东西 虽然是坦荡荡 对得起所有人 也可能被人指责 也许也可能被人污蔑 所以君子小人之间 当我们是寒冤不白 被人家委屈成小人 或者说我们被归纳为小人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看待自己 这个也想跟天来师兄 这个也想跟天来师兄请教 因为这个在现实世界很常发生的 简单讲就是说 我们这一生啊 就是要做一个君子 不要做小人 所以当然了 我们觉得说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慈激人 多好 如果你不是慈激人 起码你要支持慈激 支持慈激人所做的事情 不然你最起码最起码 你要感恩 感谢台湾有慈激 那么就以 宇修宇这次讲的时候 也有人同样问他这样的问题 说那小人怎样怎样 他就说 就是不理会啦 就是离开这个小人的 射程的范围之内 他这样讲 这个很有意思 很幽默的一句话 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取悉自己做一个君子 我们不要做小人 但是如果你真的遇到 那就是不要理会 然后我们谦虚的 谦卑的反省 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我们要开大门走大路 走慈激的自己的路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好 报告完毕 好 谢谢 谢谢 好棒 好棒 好 我这边也分享一下 这个君子小人 我觉得起码从我的实际的学习 我觉得尤其两件事 我们可以思考的 那第一个就是 做个君子 是有一些行为规范 我们一个境界 我们做得很好 可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要做个缩小自己的君子 因为我们做君子 所以变得 好像我们变很高了 那么有时候 我们的影响就会变成 不是君子跟小人之争 而是我们自己 是个膨胀的自己 而造成的一些别人被挤压 那第二个呢 人难免会受到污蔑或受到委屈 那我也用上人 常常勉励大家的话 来勉励大家 就是心宽念存 习纷争 就当你被污蔑的时候 心要宽 念要存 那就没有委屈了 这次我两点 从实际的角度 我也做个回应 我自己也是觉得这样子 因为大陆 我们先说来调查 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媒体 说台湾的风景 它最后的结论 那个Cover 那个杂志的周刊 的封面写说 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 那当然很好 台湾最美丽的风景 当然是人 但是有些时候 破坏风景的也是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 去珍惜台湾这个美丽风景的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发展夫妻的千言万语 跟大家分享说 台湾有上人真好 台湾有词迹真好 我们一定要懂得珍惜 好 这太好 姐一位 太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那我想 我们还有点时间 那有兴趣提问的 请举手 好 这一位 大家好 请问一下台湾二威先生 就是如果你很认真在阅读 然后你旁边的人 丢一句话给你说 尽兴书不如无书的话 请问是哪里要做修正呢 谢谢 好 那我就先抛砖影语好了 其实我觉得 他说的也是对的 最高境界当然是 无书甚有书 但是其实这还是有个过程 对吗 如果你真的凡是通小道理 书籍就不见得是必要的 但是很多道理 事实上我们是透过书籍 我们得到这个知识 得到一些观念 我们去编织一些 我们思想的架构 横向的 纵向的 然后最重要的 还是实际上讲身体力行 把你相信的东西 相信的观念 应用在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上面 所以我觉得书本还是一个 起码我觉得 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 那我虽然不像天来师兄 看那么多书 不过以前我在 在马祖当兵的时候 也几乎把所有图书馆的 可以看的书都看完了 我觉得看书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 所以如果说把书拿掉 是太残忍的一件事情 不过 但终究最高的境界 我觉得没有书 这是对的 这我也同意 对 我也长话短说 就是说其实 这个读书是 很麻烦的 就是说现在大家对这个定义 出现很大的问题 你考证照啊 大学年考啊 读这种什么 股票的书啊 瘦身啊 美容啊 什么怎么样 那个不叫做看书哦 那种我的定义不是这样 第二个就是说 也不要把定义成读书 就是很死这样 我告诉你 像我爸爸妈妈没有读书啊 他不认识字啊 他们是很好的人 那刚刚讲说 我们做君子跟不要做小人 那就像我们说 君子有成人之美 或者是上人讲说口说好话 你想想看 你在读书的时候 你旁边的人这样讲 他到底是不是口说好话 第二个说 讲这样的话的人 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 君子有成人之美嘛 不成人之恶 小人反思嘛 那我相信当你在读书的时候 有人讲说尽性书不如无书 我至少相信一件事 如果你读天象花的书 他不会这样 他不会这样认为 谢谢你 谢谢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罗师兄 林总经理 我是个人小孩 是非常喜欢读书 但是他看的书 就像刚刚林总经理提到 可能有点偏 特别是比如说现在 之前的小说 哈利波特 或者是薄熙杰克森 他可以拿起来一看再看 但是我总觉得是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 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可以让他们开始 阅读得比较广 而不是那么样的一个转意 谢谢 这个我觉得你 我若是你 如果你是父亲 非常开心 你知道我 这小孩如果轻轻轻就好 你知道我 你的欢迎就不败了 因为你让他年轻的时候 什么书都读没有关系 那书里面会给他方向 书里面会给他其他的连结 他会越读越深 越读越好 那最主要是说 父母要带头看好书 你就跟他讲说 我今天听了林天乃先生讲 三好三愿 这个时候还不错 或者是君子知道还不错 所以他就会很好奇 就是说我为什么这样讲说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你知道一件事情很好 不如如果你好奇的 想要去学东西 好奇还不够 你在好奇学习阅读中 有无上的快乐 你如果问我 我这一生 现在最奢侈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我最兴奋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就是夜半三斤 我竟然有半个小时 可以看书 所以你能够静得下来 有一杯茶 讲有一点点音乐 有一个灯 有一个角落 有一本书 哎呀 人生很美 谢谢你 我觉得 你应该觉得高兴 因为其实 哈利波特很好啊 对不对 你讲这几本都很好啊 我们小时候 最喜欢看什么 可能是风神榜啊 水浒传啊 我们也是透过这样子的阅读 来培养出兴趣来 所以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不好 我的观念是教导小孩顺势而为 所以祝福他 像刚刚林兄讲的 祝福他鼓励他 从那边开始当一个起点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所以不管在任何环境里面 多看书 看好书 说好话 做好事 做好人 好 谢谢各位 好 谢谢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